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延伸出的回廊和飞檐翘角 造型玲珑秀丽 具有浓郁的江南建筑艺术风格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我们踩着狭窄的木梯爬到第三层 在楼梯旁边墙面上赫然出现了一个用木栏杆拦住的方形洞口 里面是砖石砌城的狭小空间 往下看却是深不见底的洞穴 古人一般把供奉的宝物藏入佛塔的天宫或地宫 天宫一般在塔身上 地宫一般埋在地下 这里就是锐光塔存放宝物的天宫 就是在这个神秘的天宫中 考古专家发现了 用两层木含包裹起来的珍珠设立宝床 除了宝床 天宫里还保存有一件唐代中晚期的嵌螺垫金箱 非常罕见 金箱为木胎 修黑漆 通体用天然彩色螺垫镶嵌成各种图案 雍容华贵 金箱盖面上分布着三朵团画 中间箱半圆形水晶 并扁缀着五彩宝石 四周斜坡和边沿 欠蝴蝶和飞鸟状的垫片 增添了一丝生机 香参四面勾勒出蝉枝石榴花 牡丹等花卉文士 珍贵的壁纸金书法华金 就是被吸心存放在这件黑漆嵌螺垫金箱中 千年之后重见天日 天宫中发现的宝物还有古代时的铜制金土塔 分为塔叉 胶叶形插角 塔身和须弥座等 底座四面共刻有盘腿而坐的石榴罗汉像 塔身雕刻出众多的佛教人物和故事 做工精美 木刻印刷和壁纸金书的经卷 一百二十余卷 书法端正刻板精细 宋代的如来 地藏 观音 同像等 神态庄严慈祥 瑞光塔内的宝物 现在都保存在苏州博物馆 这些重建天日的国宝 向世人展现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也展现了一代工匠的智慧和技巧 这座宝塔是谁修建的 为什么会藏有那么多宝物呢 瑞光塔所在的地方原是苏州有名的寺院 普济禅院 三国东吴赤屋十年 也就是公元247年时 吴主孙权为了报答母恩 在寺中建造了设立塔 这大概就是瑞光塔的前身 在瑞光塔向北一公里处 有一座名为无良殿的藏经楼 早年禅院的经卷等曾经保存在这里 如今藏经楼被保护起来 安静的坐落在居民区中 从无良殿到瑞光塔 步行大约需要二十分钟 我们可以想见北宋时瑞光塔所在的禅院的规模之大 人们或为了纪念亲人 或为了祈求保佑 纷纷捐钱建塔 使普济禅院远近闻名 香火鼎盛 现在的这座瑞光塔经过考证 应该是在北宋时期 公元1004年开始修建的 从唐代末年到北宋初年 在五代吴越国前世政权治理下的百年时间里 江南的苏州地区百叶巨星 佛教盛行 瑞光塔就是诞生于那个时期 这块塔内砖石上的名门就记载了这一历史 交代的时间 一千零一一一年 对不对 因为纪念老婆死亡 一千 咱们的女同志地位不高 她没有名字 只有排行 所以这个是排行到故事十六年 那首次要捐赠一万片 起 我们就第三成用 通过这块斩头 就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痕迹 我这个塔什么年代造的 她为什么要造这个塔 自从建成后 相传塔上常常放五色祥光 非常神奇 所以称为瑞光塔 寺院在1860年的战火中遭到损毁 瑞光塔幸运地保存下来 这和当时建塔时成熟的营造工艺不无关系 瑞光塔一至五层的塔心 都是用砖筑成 六七层的塔心处 竟然筑立着一根高十五米的南木晴天立柱 十分粗壮 与周围的群柱形成散状架构 共同支撑其塔顶 这个就是从六层到七层的一根 这个一千零六年历史的南木柱子 这是一个保存的非常完整的 这个都是减轻保存分量 至今就是没有这个清醒的下车 整座塔的塔身有砖石器称 但每层繁复的柱 方 斗拱等构建 采用的则是木料 经过树袋工匠的不断改进和创新 瑞光塔成为送塔专木混合结构的成功典范 它是斗骨 它都不用斤了 它就允许你来回这么动 不像我们现在水泥树的这些人 不能动 一动就倒 它这个斗骨它就又可以来回可以移动 所以说我这个塔一千年不倒 千年不倒的秀丽古塔 香火鼎盛 绽放锐光 和它收藏的众多国宝文物 共同展示着古人的聪明智慧 也是仙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无门画派的书画作品呢 大多表现的是江南水乡 田园风光 可有一幅描绘的却是重鸾叠仗怪之灵群 那么无门画派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